我国古代的四大美女,陈渝洛艳,碧月修花,分别是西施,王昭君,貂蝉,杨玉环,他们就是那个时代的女神,那么这四位女神都嫁给了谁,结局怎样?西施是淳秋十七月国人。 传说有一天西施在河边洗衣服,水中的鱼儿看见西施的倒影,竟然忘记了游泳的本能,沉到水底,于是西施就有了沉鱼的美誉,岳王勾剑听说后,就把西施召进宫,调教他学习各种礼仪,当时岳王勾剑被吴国打败,勾剑被迫前往吴国当徒役,他忍辱负重,采用文种的计策,用美女乱吴王的心性,就把西施送给了, 吴王夫差,夫差得到西施后,整日饮酒作乐,亲戚宁臣远离贤尘,最后被勾剑锁灭。关于西施的结局众说纷纭,有人说他因为迷惑吴王,使吴国灭亡,吴国百姓恨他,就把他沉入阳子江,也有人说,他自己虽然完成了灭吴的使命,但感觉对不起夫差就自尽了,还有一种说法是和老行人发离逃到太湖, 过着隐居的生活,汉元帝时期,王昭君被与野民女的身份,被选入工作宫女,静宁元年公元前三十三年,匈奴缠于忽含邪来招,希望娶汉元帝,于是将王昭君嫁给了忽含邪,王昭君在前往匈奴的路上,想到就要离开家乡,非从心投起,于是谈起亲弦, 南非的大雁听见亲声,看到马上的美女,忘记了山洞翅膀,憋落下来,招君美誉以子而来,招君与忽含邪生活三年,生下一子,之后忽含邪去世,按照匈奴的习俗,招君嫁给忽含邪的长子傅朱泪缠于,两人生活十一年,生下两个女儿,初始元年八年,王莽篡汉,建立新朝,边疆战火不断, 朝君看到自己多年来和亲换来的和平局面将成为炮影,整日,郁郁寡欢,不久就在绝望中死去,三国演义中,司徒王允家中有一婢女,名叫貂蝉,一日貂蝉在后园赏月,一阵阵清风吹来,月亮被拂云遮挡住,王允看到经常说,月亮跟貂蝉比美,逼不过就主动躲在云彩里,貂蝉比月亮美,后来王允采用连环记, 用貂蝉先许诺嫁吊吕布后,又送给董卓,离剑两人,吕布才杀了董卓,但是貂蝉是虚构的人物,他的原型是董卓身边的婢女,正是后汉书中从未提起貂蝉之名, 关于董卓和吕布之间的恩怨,主要是吕布跟董卓身边的婢女偷情,害怕事情败露,找到王允,王允利用这件事采用离剑计,让吕布除掉了董卓,貂蝉与司徒王允并没有关系, 杨环环进宫后特别思想家乡,常常感慨,花呀,花呀,你年年都有盛开的时候,我什么时候能有出头之日啊,说着说着就伸手摸花, 这时花瓣立即收缩,她摸的是含羞草,这一情景被宫女看到,她到处说,花跟杨玉环比美,比不过害羞地低下了头, 唐玄宗听到后,立即想要召见,但当时杨玉环是兽王礼貌的妃子,唐玄宗以母亲窦太后祈福的名义, 先让杨玉环出家,之后策立为妃为兽王妃,之后再把杨玉环策立贵妃,强行霸占了自己的儿媳妇,开始醉生梦死的生活, 安世之乱爆发后,唐玄宗跟杨玉环逃到蜀中,流经马为义,陕西新平市附近,杨玉环死于乱军之中,相消欲云。